現在已經是八月中了 這次呢八月底就開學了 先跟大家講 有人快樂的暑假已經過了一半 而我比較痛苦的暑假也過了一半 今天呢其實他們已經荒廢了差不多 快三個禮拜了吧 嗯 差不多 該次要好好振作的時候了 暑假作業到現在還沒寫 老師有沒有看見 暑假作業還沒寫喔 我們決定要先從第一件事情開始 先好好整理房間 對 今天要先跟大家講 少女的房間在整理之前 是怎麼樣子的 她其實知道我們今天要拍這支影片 剛剛已經先整理過喔 不然呢 你們會比看到現在看到的更可怕喔 還好啦 其實姊姊的房間就 也沒有說非常凌亂啦 就是比較不會收納 今天就是媽媽幫她一起收納啦 欸 我不會幫她收 我也一樣 只動嘴巴講 那我們看看少女的房間 哇 這個水 應該放兩週了吧 我在想 被發現了 應該沒有那麼久啦 是她一週而已 一週跟兩週有差嗎 都一樣嗎 不應該放在這裡啊 好啦 我們看一下少女的房間 我覺得青春期的少女 其實房間是不是差不多這樣子 我青春期的時候也沒有這樣子 我覺得房間這種東西 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對收納 就是有一定的方法在 對 對 那有些人可能天生 他覺得收納就是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對啊 這個就是零食 我真的覺得房間不能放食物 各位 絕對不用放食物 因為妳不知道妳有沒有光好 祂如果進來了 你房間如果有獵犁 螞蟻進來 我是不能接受 我們先看一下姐姐的桌面 她的桌面就是這樣 就是看起來還好 可是它現在重點就是 不知道怎麼收這些東西 就把它丟進去一個一個就對了 對 它就是先把它藏起來就對了 那抽屜 剛一抽屜看起來很乾淨喔 欸 抽屜很整齊啊 不像整齊耶 可是這是什麼意思 牙刷啊 這 這個是不知道哪一個飯店用過的 欸 這搞不好不是拿來刷牙 搞不好它有髒東西給用那個清理啊 才不是 那絕對就是刷牙 把它放進去 用小才知道 哈哈哈哈 泳鏡 你不是跟我說泳鏡不見了嗎 怎麼在這 呵呵呵 這個 欸 這個也算 沒什麼東西啦 沒什麼東西 啊 你這東西為什麼不放這 你要放外面才拿到 不要放這邊多一個東西 你這邊有便當盒 然後你一直跟我說 喔 我沒有鉛筆盒 這裡有這麼多鉛筆盒 然後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 這是悠悠的 你這樣是真的借我便當盒放豬豬的 好好好 他是誰一直跟我說要找這一罐 阿不是在這裡 喔 頭好痛 我太好痛 呵呵呵 真的行 這個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通常包包收納原本在那 然後他嫌棄這樣不方便 說他放在那收納 什麼意思 就是放在腳旁邊很方便 那書櫃就這樣 書還好 然後 這邊原本是放一些包包的植物櫃 他現在把它自己移到下面 這樣還是 那你們湯真的是不行啊 呵呵呵 再來看一下衣櫃 衣櫃就是 看起來還蠻整齊的啊 也是可以整理一下 然後可是可能不用花太多的行李 對 那這邊還有一些 泳衣襪子 還算OK啦 欸看起來蠻整齊的啊 還好啦 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 褲子 褲子 也還好啦 然後這格是少女的內衣 我們就不打開了啦 好大概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的床頭櫃 那看起來就是 但是 也還好 基本上就是放一堆 雜物 然後 抽屜耶 嗯 這就 這就真的要好好整理啦 抽屜有點凌亂對不對 抽屜有點太凌亂 欸這不是我的嗎 這條我會找超久的耶 你可不可以一直拿你媽的東西 哈哈 這夠了耶你 然後你可以看到上面 其實也是擺得有點凌亂 少女的床頭的右手偏 有放一些他喜歡的公仔啊 玩具啊 還有一些水晶球 都在這邊 怎麼了 然後這邊有一條就是 娃娃水溝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娃娃的家 在開始整理姊姊房間之前呢 首先先感謝 家事的請聚啦 嗯 這次呢 我們收到家事的請聚的邀請 那我們特地幫姊姊挑了一組 他很喜歡的材質的請聚 幫他換上去 而且顏色也是他非常喜歡的 欸這個請聚有什麼 厲害的地方啊 這一個請聚呢 他呢 比較特殊的是他的材質 他是天絲的材質 天絲睡起來會涼涼的 他呢 還另外再加了另外一種 是披麻棉 那加入了披麻棉之後呢 他會更耐用 更透氣 這整組床單啊 你在睡覺的時候 會有很溫潤 很滑順的感覺 哇 感覺很厲害耶 那我們現在準備開始整理房間 整理完房間 然後再幫姊姊 把他的床單 還有新的枕頭 給換上去 姊姊 嗯 你要先整理好 傳統化 你不要在那邊想要開箱 哈哈 想要開箱 好啦 先讓你看一下整頭套啦 被發現了 他的也是天絲的喔 摸起來是很舒服的喔 而且是你喜歡的藍色 你摸是很不一樣 嗯 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吧 好帥喔 而且很滑 很滑喔 很滑喔 很滑的感覺 很滑 真的就是摸起來滑滑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兩個都不要逃避現實 我跟你講這個你一摸就知道囉 那搬這垃圾先剪一剪 這邊 地上的垃圾 第一階段 先斷繩 這邊還有他很喜歡的一些 小玩偶啊 小空掌 現在的進度 就是我們把這些東西都協助姊姊 都稍微清一清 恐怖的是那裡 那裡等一下 然後這幅是姊姊畫的畫 他很喜歡 等一下也會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現在進度就是這一區已經整理好了 而且灰塵都擦得很乾淨 結淚嗎 嘿嘿嘿 是不是 是不是 少女很開心 那接著 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 我才不要整理房間 亂種有趣 你知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你看你房間倒得多好垃圾 我們真的最後一區了 可是這一區是最困難的 來吧 繼續奮鬥 快點來 GO 起來 真的是從天亮整理到天黑耶 我們大概整理了四個小時 現在有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們要先換床單 沒錯 然後我們的房間打掃 就是正式完成了 我們也是不知道天啊 可以維持多久啦 我們就打算三個月都不走進來了 哈哈哈 我應該 接下來 到明年春天好了 呵呵呵呵 嘿嘿嘿 ゆlys 屎ő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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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宝宝 就是 a thanks to the 這菜是如何 涼涼的 然後比較軟一點 今天拿再來這個最後 這個枕頭把它套上去就好了 我幫你準備了一個新的枕頭 這個枕頭之後如果要洗 是可以洗的 因為有時候你以前睡到發黃有沒有 口水流到處都是啊 偷吃東西打翻在上面 這以後都可以直接隨行 好多久 好多久 我房間沒有這麼乾淨了 上次這麼乾淨應該是搬進來的時候對不對 那你覺得選擇請聚最重要是什麼啊 嗯我覺得 因為其實每天啊 你會睡在上面的時間其實蠻長的 那因為像我大概一天都可能睡到 可能8到10小時 你確定那麼少嗎 提安娜應該有睡到12吧 你們兩個不晃多浪啊 我們兩個應該可能上輩子是樹懶之類的 因為我們真的覺得睡覺非常的重要 我跟你講 所有的美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睡覺 欸所以請聚的選擇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選擇好的材質對不對 像我都會特地選我喜歡的材質 那像提安娜的請聚我都會幫她挑天絲的 因為比較涼爽 那這一次呢我們也試試看了加了披馬棉的材質 鋪起來就會更耐用更舒適 所以我們也想說試試看 可是她還蠻喜歡的 舒服嗎 舒服 舒服 不錯吧 你就說你會喜歡吧 沒配你呢 那這次非常謝謝佳士德的合作邀請 我們會把佳士德這次的隨洗枕 還有這個潤系列的床組的連結放在底下 真的不錯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已經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五點都會發布影片 最重要的是 加入社團追蹤一句喔 我們美姐姐 掰掰 阿佑房間也整理過 天哪也整理過 下次要整理哪邊 該不會去我 你的辦公室 掰掰 再見 再見 阿佑 阿佑 阿佑